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课程就要探讨 因为前面我们谈到 控制器使用各种的辅助能源 那我们本课程就要来探讨 控制器所使用的辅助能源 它有什么优缺点 而且辅助能源有哪几种 那借助于辅助能源 我们可以令控制器有更快速、有效、安全及精确的工作 因此供应上的控制器 大部分都使用有辅助能源的形式 当然辅助能源本身的稳定的供应 也需要另外的自动控制措施交易保持 因为能源不稳定 你后面的系统供应就会出了问题 通常使用离控制器的辅助能源 基本上有所谓的电器的 还有压缩空气的 还有高压油的 以及机械力等四种不同的辅助能源 当然这四种不同的辅助能源 各有其优缺点 我们现在一一做一个说明 电器辅助能源的优点 可以说 这些电源几乎随处可得 取之容易 许多感测器是以电为输出辛劳 不吸经良度器就可直接拿来比较 而比较器的输出也都以电为辛劳 所以较为普及 辛劳的第三点 辛劳的变形几乎没有延迟 第四点 几乎无延迟的远程辛劳的一个传递 第五点 能简单的加入伏价的变数 第六点 调整以遥控方便 辛劳可集中一处 加以坚实割除的操作 第七点 极限值及其限处的选择容易 第八点 机械动作少 因此说明长 传递组件不易变张 第九点 急于产生开关动作 在不连续的控制上非常方便 第四点 能源利用力高 旋转运动的转速控制比较容易 电器辅助能源也有它的一切缺点 就像你第一个 故障时检查及修理较为麻烦困难 有爆炸可能的设备 不能用电源来单位控制的动力 电器的规格各国不同 国际通业性小 第四 有停电而使过程进行突然中断的危险 因此必须增加设备费用 购买如锡电池或者不断电器筒 或者不断电装置等 紧急供电设备 或是使用安全性调查 如短路、取火、引起火灾等等 相当的危险 高复合时操作机构 又大又重 无阶段定位的困难 电器元件总越多 规格多 如果炎炎件不易够的 会使修复的工作不易 因为它规格太多了 有时候各国的规格又不一样 因为进口的设备就很麻烦 受环境影响较大 因此对操作室的要求比较高 接下来看一下压缩空气 如果我们使用压缩空气 当作弧珠能源 是利用空气的无害性 目前国际上 对压缩空气用于自动控制设备 也有一定的规定 如所使用的压缩空气 控制用的压缩为140K帕 控制器输出的调整压缩位 为20到100K帕 动力用的压缩空气 则尚无国际统一的压力标准 也在800K帕 使用压缩空气为辅助能源的优点是 第一个 安全无爆炸危险 对人体也不会有任何危险 国际统一标准的信号范围 基建构造简单 制作及修理简单 控制系统故障少 故障容易察觉及修复 操作安全性高 调整速度快 较容易做精切控制 如果要增加时间组件时 发费较少 也较简单 紧急操作没有困难 可由除气器暂时提供 没有突然中断控制的问题 受环境的影响较小 甚至温湿度的影响较小 可轻易产生快速回转及直线运动 像所谓的气压缸或是线转马达 容易造成各种控制行为 调整方便 使用压缩空气辅助 当然有它的缺点存在 有些设备要求干燥 因此必须除湿除油增加麻烦 压缩空气的力量有限 不宜重负荷的系统或是装备 远程传输 因空气在空中压力降低的关系 不能太远 不宜集中监视 需要除气筒 不适合于空间小 而符合大的系统 信号传递不够快递 不适合做产程资料传递 控制信息的显示及处理困难 它必须要有个压缩机等其他的附加设备 人员利用率不高 还有需注意压缩空气的纯净度及湿度 尤其需要输水设备较为麻烦 如果使用油压在无助人员 其实油压在自动化工程上 尤其机内工程上使用很多 通常使用15个大气压以上的压力 因此最适合于重复合的情形 比较重机台的一个启动 用油压是比较方便的 它的优点是操纵压力高 零件体积小 不占用太多空间 适合重复合 而且最精确跟气压比起来 力量大且稳定 尤其慢速操作是更加 故障容易发现 粗力及扭迹控制较为容易 稀制成密闭系统 当然也有它的缺点 就像跟前面气压一样 稀制成一个密闭系统 应特别注意防止漏油 高压油较危险 稀有特殊防止中断控制设备 油压系统日回流 稀有人切设备 控制资讯是显示及处理困难 能源的利用力低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机械力为辅助能源的 它有什么优点 第一个不易故障 动作确实 第二换大力可以几大 17 它的能源的万倍以上 处理及修复容易 第四 适合于缓慢的自动控制期间 五 可在不良环境下安全操作 六 工作状态容易掌握 人为介入教委容易 这是它的一些优点 当然机械力为辅助能源 也有它的一些缺点 船地路径太短 不适合做远程的船地 第二 操作速度因灌量的关系 不能太快 尤其中的时候 这个更危险 往往必须有四单的心脑转弯设备 增加武裁的可燃 你像那些齿轮的间隙等等问题 轿站空间 长时间快速操作 会有疲劳 摩擦 摩耗等机械熟明问题 第六 心脑处理不易 显示在比较困难 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说明了 我们在自动控制系统中 常用了这四种能源 这四种能源使用 各有其他的优惠点 当然要用何种能源 当然依需求来使用 当然各个自动能源 有不同的它的一个特性 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谢谢